hello 欢迎大家学习这个盘虫个人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讲完了 这个urrechieve这个函数的用法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urincode的函数 以及这个什么呢 passqs这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相对是一对相对的一个这样的功能的函数 那么这个urincode的函数是用在干嘛的呢 它是用来将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查新资账给它进行编码 给它进行编码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对吧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页面 在我们的这个uricode当中 你去发送一个请求 这个uricode的话 所有的这些数据啊 除了英文字母啊 比如说一个3W点百度点看破 然后后面跟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吧 那么跟的这些东西 除了英文字母 除了字母啊 除了英文字母 除了数字 还有一些部分的符号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是都是需要经过编码以后才能才能发送过去的 对 那么在我们的程序当中的话 我们是需要手段的去写这个东西 好 好 然后我们这个pass qs这个函数的话 它相对是有相反的啊 它可以将你这个编码后的那个啊 参数啊 然后的话把它给还原出你原的那个模样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拍摄啊 这个地方我们把正风大法系 把它给注释一下啊 把它给注释一下啊 uriprieve函数的用法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方便大家要后期去复习啊 好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呢 这部分的话就是那个urincode的啊 完顺的用法啊 这个urincode以及这个passqs这两个函数啊 它都不是在这个什么的request的下面 request这个下面的话是存放啊 这些网络请求相关的 那么最后对于这些数据进行编码解码的这些东西 是放在我们的另外一个模块当中啊 也是from这个什么呢 urlab import了一下这个pass啊 它就放在这个pass这个模块当中好吧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这个urincode这个函数的用法啊 比如说我们首先的话有一个这样的查新资账啊 比如说有个叫做pms参数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类谱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呃张三对吧张三啊 但是这个age的话 age的话是那个呃18岁对吧 18岁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great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啊 是那个比如说是啊 helloworld啊 helloworld啊 helloworld之间的话是不是多了一个空格啊 对 那么我们就是要将这些数据哈 把它给进行编码 把它给进行编码了 那么我们进行编码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urincode的行数啊 那么就是在这个pass模块下面的urincode的行数啊 那么就是passpass点定什么呢 urincode 然后把这个pmparepress把它给传进去 那么的话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编码后的一个这样的结果啊 那么这是iessuild result的一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东西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打案些个result啊 打案些个iessuild可能是加什么东西啊 可能加加在军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呃自负上这些查询 自负上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字体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呃 经过经过那个什么呢 经过那个呃呃编码以及经过格式化后的一个这样的查询自负上的对不对 这个类谱是变成了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的话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他就是用一个百分号 再加上一个16进入的一个这样的形式来编码你的这个中文 对不对 然后这个age是等于18岁 grade的话是等于这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因为他们中间跟了这个空格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ur端上的话 他就用这个加号来进行这个啊 区分对吧来来进行区分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uiincode的行数的一个用法啊 uiincode的行数的一个用法啊 好那么我们这个的话 现在是只是在这个本地来把这个编码把它给来将这些资负上来把它给进行这个编码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呢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啊 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啊 案例当中会是怎么样的 对吧 好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百度里面 我去搜索我就搜索还是去搜索我的那个什么呢 我的那个偶像对吧 刘德华啊 刘德华 然后搜索完了以后 这里我们把后面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删掉 先不用管了吧 我们就只留下这部分啊 就只留下这一部分好吧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想要通过这个程序的方式去请求这一个ur啊 去请求这一个ur 那么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 啊我们这个地方先把质分先把它给注册一下啊 好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拿到这个ur 这个ur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db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sdb下面的那个3w.百度.com下面的那个什么s 然后后面跟个那个wd是wd吧 是叫wd啊 wd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刘德华 对吧 等于这个刘德华啊 那么的话我们是得到一个这样的ur 对吧 得到一个这样的ur啊 呃 然后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再调用这个uropen去请求这个网址好吧 那么就是risp等于这个什么呢request点urlopen啊urlopen 然后是这个ur然后再把这个什么呢 啊后面就不用给了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risp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打印一下risp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read啊可能加什么一下啊 现在的话我们是没有使用这个什么呢 没有使用这个urincode来给他进行这个啊编码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成功 好吧 看一下能不能成功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赞一下啊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报了一个错误啊 他说这个呃在编码的时候 这个阿斯科码不能识别这个东西 对吧 其实我因为我们这个呃urlab他底层的话 他是认为你这个里面的话是已经没有这种中文了 所以的话他就直接会使用这个阿斯科码的方式来给他进行编码 明白是吧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就不能出现这个中文啊 不能出现这个中文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啊就不能证据写啊 不能证据写的 我们就要将这部分把它给拿出来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定义好一个参数pms 等这个什么呢 等一个列表是那个呃 wd啊 他对应的是那个刘德华对吧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参数先把它给编码完成 把它给编码啊 那么就是呃 qs啊 qs吧 qs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啊 paispass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urincode 再把这个pms给扔进去啊 扔进去以后拿到这个qs以后啊 所以应该要把它给拼建到这个后面 拼建成这种问号的形式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边就要去拼建下啊 那么就是ur等于这个什么的 等于这个ur再加上 再加上什么呢 这个地方再加上这个啊 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加上这个qs对吧 加上这个qs够了吗 是不是不够啊 我们来打打印给大家看一下啊 prntur对吧 我们加什么 我们加上一下啊 这样的话他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跟s和w直接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而实际上s和w之间是应该要通过一个问号来进去分割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前面需要同位和什么呢 问号的形式把它给进去分割 把问号的形式啊 好问号啊 把它进去分割 好保存一下 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家再用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得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ur啊 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ur 那么有这个正确的ur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 再去请求这个再去请求啊 好 那我把这个可能加在组纹上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再去请求这个ur 然后的话把这个请求回来 这个数据再读出来啊 可能的加再去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得到这个什么呢 得到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数据了 对 得到这个正常的数据啊 那么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正常的数据的话 肯定没有这些数据 对 肯定没有这些数据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urincode urincode这个函数的一个诱法 好吧 好 那么讲完这个urincode的函数的用法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函数 pass quest 这个函数的话就相当是我们这个urincode的一个相反的啊 我们这个urincode的话是将这个不满足ur要求的这些数据 给它进行编码 那么这个的话就相当是解码一样 相当是解码啊 还是拿我们的呃 呃我先去把这份注释下吧 先把这份注释下啊 然后还是拿我们的上面这个东西来讲 对吧 这位问啊 可能加c复制份 然后的话来到下面来啊 这个是那个urincode不是urincode 函数的用法对吧 首先的话我先将这个东西先把它给编码吧 我先将这个东西先把它给编码编码完成以后啊 qs这个是经过编码后的对吧 经过编码后的 那么经过编码后的以后 接下来我再通过这个函数把它给结码出来 再通过这个pass qs结码出来 好吧 好 那么就是resurincode等于这个呢 等于这个啊 pass下面的那个什么pass pars1pass下面的那个 呃 pars1 pars1 qs啊 再把这个qs扔进去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再打按下这个result 可能加赞一下 哎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把这个编码后的这个qs这个东西 把它给打印啊 把它给还原回来了 看到没有啊 这个地方我们为了区分一下 我们在这个上面再把它给打印一下这个qs好吧 为了做个区分为了做个对比啊 那么在呃 这是编码后的一个真的啊 自负上一个真的参数啊 这是编码后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使用这个pass qs给它进行解码 解码出来以后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看到没有啊 他是不是变成了 基本上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把这些数据 把它给放到一个列表当中了 把它给放到一个列表当中了 对不对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pass qs的一个真的行数的用法 一个真的行数用法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呃 课程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